吉安鄉慶豐市場旁的慶豐越覽市民國95年 新進到現在已經有15年歷史了 日前從社區越覽空間只提供報紙雜誌和自修區 正式加入了花蓮縣文化局全縣的通閱服務 提供更多館長書籍還有借閱的服務 期盼可以達到好書會流 相認閱讀零距離的目標 吉安鄉的讀者有福樂 為在慶豐市場旁的慶豐越覽市 即日起正式加入花蓮縣文化局全縣通閱服務 透過花蓮縣公共圖書館APP程式 或與文化局線上系統 即可借閱清風閱覽市多元書籍 日前舉辦清風閱覽市圖書通閱新書展 正式宣告清風閱覽市 不再只是閱讀包裝雜誌和自修的空間 那這一次我們開放成為借書跟閱覽來共用 也是提供我們多元服務活化的這個部分 謝謝我們迪克斯宜賴議員遞注金費 讓我們買了325冊的書籍 那同時間我們也配得花蓮縣政府 我們文化局圖書館 我們的圖書館來開始提供了我們的通閱服務 也是說我們在手機APP電腦APP裡面去借書 然後點進去之後 可以把我們圖書館的館殘借出去 那怎麼借呢 只要您在電腦裡面點選 我們的郵局郵才就會送書到家 所以我們吉安的鄉親 也可以跟玉里圖書館 花蓮市圖書館 文化局的圖書館借書 然後透過郵差送書到家 我們吉安鄉在108年成為 我們全國最愛看書的這個鄉城 所以我們的借閱歷跟我們的閱讀歷 是全國第一名的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留有好成績 讓我們充實在知識閱覽 跟我們書中的這個世界裡面 清風閱覽市於民國95年建置至近已有15年歷史 也長期欣引許多前來閱讀的忠實相親 展出的新書由議員迪布斯以賴 爭取經費構置325冊圖書 當天舉辦借10本書送好禮 也獲得大小朋友熱烈回響 尤俗正表示 今年順利爭取到客委會 啦啦爸跟讀館的設立 期盼讓更多鄉親享受更多元 零距離的生活閱讀 記者蔣邦彥 吉安鄉報導